这个女人从古堡里 翻出一本老相册 照片上的人都闭着眼睛 女人疑惑地问管家 为什么他们拍照时都闭眼呢 管家却回答 这都是一招 活下来的人 把死去的亲人拍下 用以寄托哀思 女人吓坏了 要管家把相册立刻烧掉 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住在古堡已经五年了 威廉古堡坐落于森林深处 四周烟雾缭绕 丈夫去前线打仗 从此杳无音讯 前几天晚上 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仆人们全部神秘失踪 女人只好发了招聘启示 在一个大雾的清晨 一家三口前来应聘 其中老奶奶当了管家 爷爷是园丁 还有一个雅女坐庸人 三人发现女主人有个怪癖 大白天要把窗帘全部拉上 对此 女人解释道 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患有怪病 被阳光照射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管家发现两个孩子 其实都很健康 姐姐告诉管家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都走光了 管家好奇地问是什么 姐姐犹豫了一下 姐弟俩的争吵被母亲打断 让他们在各自的房间做功课 可这时妈妈突然听到 小孩的哭声 她以为是儿子怕黑 赶紧跑过去安慰 可是儿子却一脸无辜 啥玩意儿啊 俺哪有哭 妈妈十分疑惑 难道是女儿在哭吗 又跑到女儿的房间 奇怪的是对方也好好的 妈妈继续追问 女儿平静地说 女儿还说 小薇刚刚搬到枕 她爸爸是钢琴家 现在就在客厅 妈妈显然不相信 自己刚刚就在客厅 那里根本没人了 再说房门都上了锁 别人怎么进得来 她一边说一边转过头 却发现门锁已经被打开了 晚上 姐姐叫醒弟弟 说小薇又来了 还拉开了窗帘 弟弟吓坏了 姐姐却不知和谁吵了起来 弟弟要求姐姐不要再发出怪声来吓他 姐姐却继续说 母亲纹身赶来 一把抱住儿子 愤怒地斥责女儿 第二天 她发姐姐站着读圣经 可是姐姐却说自己明明没有撒谎 不需要神的宽恕 妈妈气坏了 想用绣花来平复心情 但这时楼上开始出现巨大的响动 连吊灯都晃了起来 女人一开始以为是庸人弄的 可以转头却看到庸人 正站在窗外说话 她只好亲自上楼查看 动静似乎来自储物间 她大着胆子走进去 果然听到了怯怯思语 噓 你怎么还来 原来女儿没有撒谎 这个屋子里真的有别人 小女孩穿上迷你婚纱 戴上洁白头纱 开心地恳求妈妈 让她多穿一会儿 妈妈一脸慈爱地答应了 可等妈妈再次回头 却惊恐地发现 女儿的手不正常 怎么是一只老人家的手 妈妈慢慢走近 定静一看 头沙下 竟然是个老妇人的脸 她疯了般冲上去扯下头沙 可下一秒 出现在她面前的 竟然是女儿的脸 惊慌失措的女人突然想起 昨天女儿给她看了一幅画 对方说画上是自己经常在家里看到的人 画上有四个人 一家三口加上一个诡异的老妇人 而这个老妇人没有眼珠 恰好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妇人 女人开始怀疑家里 是不是闹鬼了 于是带上全家四处寻找 可是不管怎么找 都找不着 白天发生的事 让女人心里焦脆 她很想有个依靠 可只能抱着丈夫的衣物默默哭泣 就在她暗自流泪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了钢琴声 一打开音乐室的门 钢琴声就戛然而止 还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推在了地上 女人终于相信 古堡里有鬼 于是一大早 就急着出门 想要去请神父过来驱鬼 碰到园丁时 还让她搜寻 这附近是否有墓碑 然后就独自走进了 一片浓雾的森林 镜头一转 管家和园丁悄悄用落叶 将墓碑给挡住了 后来女人也没找到神父 倒是把失踪很久的丈夫 给找了回来 可丈夫也很奇怪 没有一丝高兴 反而一脸的悲伤 只在家睡了一夜 就说要再次上前线 第二天一早 女人刚醒来 就发现丈夫已经离去 她飞奔到门口 早已聊无人烟 可还没来得及难过 就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 等她赶到一看 所有房间的窗帘都消失了 女人把孩子们带到地下室后 便气急败坏地追问三个仆人 仆人不但没有辩解 态度还十分嚣张 女人用枪把三人赶出了古堡 难道这一切都是 三个仆人装神弄鬼吗 这是恐怖片大师温子仁 最爱的电影 小岛惊魂 听过人吓人 鬼吓人 可你见过人吓鬼的吗 故事发生在一个古堡内 女人赶走了三个 阴魂不散的仆人后 还是不断在古堡内疯狂翻找 以确保家中再无鬼魂的存在 女儿和儿子因为她的癫狂 被吓到离家出走 可刚走到院子 就发现了三座墓碑 而墓碑上的名字 正是自己家 被赶走的三个仆人 一转头 白天离开的三个仆人 出现在他们身后 与此同时 女人在床下发现了一张照片 日期是1891 而照片上的死者 正是管家三人 他们是上世纪大瘟疫的遇难者 原来自己苦苦寻找的鬼魂 一直就在身边 听到孩子们的求救后 她又冲向屋外 看到了被吓的 魂飞魄散的姐弟俩 黑暗中 管家三人正慢慢走来 女人开枪 他们却毫发无伤 她只好丢下枪锁住房门 但是依然拦不住三个鬼魂 妈妈要孩子们先上楼藏起来 这时候管家却缓缓开口了 女人要求他们离开 管家却说 拆掉窗帘的人不是我们 我们也不是你的敌人 女人奔上楼 推开门 果然发现了女儿所化的一家人 而坐在正中间的 正是那个没有眼珠的老妇人 此时此刻 女儿就站在老妇人身边 老妇人问你们的妈妈究竟做了什么 只见女儿对她说了一句悄悄话 作为通灵者的老妇人醒来 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 而桌上的人继续讨论着 从前住在这里的妈妈发了疯 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又用猎枪自杀 他们至今阴魂不散 看来这个古堡是不能再住人了 真相终于大白 那完惨剧之后 仆人们都连夜走光了 可是母子三人却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变成了亡魂 他们继续留在这座古堡里 直到新的家庭搬来 女儿由于拥有通灵体质 时常能看到新的家庭 不仅能和那个叫小微的 活人小男孩对话 甚至一度还附身到了 通灵老妇人身上 丈夫当然也已经战死沙场 她的游魂回到家中 却看到孩子们都变成了亡灵 所以她才如此悲伤地再度离开 而管家他们从一开始 就在找机会告诉女主人 无奈她太固执 迟迟不愿意接受真相 这时她才终于明白了 管家的良苦用心 电影至此结束 前面的剧情虽然些许平淡 但最后的反转十分惊艳 你能很确定自己的存在吗 你能很确定自己 没有死在某一个瞬间 你能很确定周围看到的人 都是活着的吗 哲学的存在观 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岛惊魂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